今天雖然有些突然 但我們就來做一套新的Cosplay的衣服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小龐我本人拍攝過的影片題材有很多種 所以吸引過來的觀眾族群也有很多種 那如果你是早期就已經入坑我的頻道的人呢 應該是因為那些做Cosplay衣服的影片吧 那我稍微掐指一算 才發現原來我距離上一次做Cosplay的影片已經超過一年了 所以今天雖然有些突然 但我們就來做一套新的Cosplay的衣服吧 那要做什麼角色的呢 最近因為我盡量在避免外出的關係嘛 那不如我們乾脆做一套在家裡就可以直接拍攝照片的角色 那因為如各位所見的嘛 我們現在能用的範圍就這樣子小而已 基本上你們看了這個距離那麼短 我也不可能站在這邊拍到全身嘛 既然拍不到全身的話 我們就不用做下半身啊腳啊鞋子的部分了 有什麼角色是可以不用下半身不用腳不用鞋子的呢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手機遊戲的角色的利會了 不過有的利會還是涵蓋太多的範圍在裡面了 所以我們在縮小範圍 我們就做角色的Icon的Cosplay就好了 Icon就是手機遊戲裡面像什麼圖鑑 或者是我們目前游泳的角色衣服 不是都有一個那種小方格的一個圖示嗎 我們今天就做這個小框框裡面的角色服裝就好了 那麼今天我們要從哪個遊戲裡面挑選我們想做的角色的服裝呢 30年傳奇的RPG再現復古點真化加上現代2D視覺特效 搭配Saga系列經典磅礡樂曲帶給玩家最精彩視聽饗宴 傳真至Saga三代的獨特戰鬥系統 藉由陣型以及閃霧聯西爽快擊敗向敵 不但有過去Saga系列主角群與隊友可以選擇 未來甚至可以將曾經的敵人七英雄似魔貴族編入隊伍 少年少女們還不快加入成為塔士團的一員吧 今天呢我們就從這一款Romance in Saga Universe挑選我們想做的角色服裝吧 這一款Saga RS手遊呢是由Square Enix製作 裡面也有過去的Romance in Saga的世界管理局對戰的系統 當然角色也是來自於過去的Saga遊戲裡面的角色啦 那今天呢我左挑右選之後我決定就做她 來自於Saga 3的卡特莉娜 她是Saga 3的主角之一 留有一頭紫色的頭髮 愛吃甜食的大姐姐 雖然說是大姐姐不過其實才只有23歲而已啦 不過今天呢我們要做的不是這一張圖 在這款遊戲裡面除了角色之外還有風格可以去收集 不過同一個角色換了不同的風格之後 其實能力技能都是變得完全不一樣的 那今天我要做的呢就是SSR的這裡交給我吧的卡特莉娜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圖片來決定一下要怎麼樣做這次的衣服喔 我們今天要做的只有這樣一小部分 所以很多版型都會做簡化 在打版之前呢我們要先分析服裝的結構 找出這個設計上跟現實存在的服裝相似的部分 這樣在拆解的時候才能有一個依據 卡特莉娜的衣服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它是一件平口的短裙洋裝 套上這個長袖的外套之後 在外套上面再加一個腰封 因為我只要做上半身 所以下半身的裙子就可以完全不用考慮了 這樣就可以讓內搭的平口上衣的部分 跟外搭的長袖外套合在一起 做成一個假兩件上衣 另外再加上一個獨自的腰封 原本的衣服如果是分兩件穿的話 裡面的淺藍連身裙可以做成側開拉鍊的 那外套就不用另外做開口啦 因為前面擺就是沒有封的 合在一起的話就只能另外開拉鍊在後中心了 脖子這兩塊深藍色的看起來像領片 不過應該是披風的部分跟外套無關 但是目前的需求不需要做成兩件事的 就一併接在上衣領圍吧 有了一個雛形的想法之後就可以開始來打扮了 身片的部分就直接用人台來做立財 打一個完全貼身的長上衣版型 再依據外套連身裙不同的部分做裁切 主要的分級線是以公主線來切割 新大號以後先騰到白包紙上 再複製到衣服的本部上 然後採切下來 這部分雖然看似簡單 但考驗的是經驗的累積 從哪裡做拆解 折子該方案都會影響到後續車縫的步驟 這次兩種顏色的布料我都有選擇細量段 如果要做整件的平口連身裙 我是不會用細量段的 太硬太重 最後做出來的裙擺會不夠飄逸 但是今天只要做上衣的部分就沒什麼影響了 這次做這件衣服我還給自己訂了另一個目標 因為我是本科系出身的 所以在做衣服的時候 總是不自覺的以 能做出正確的服裝為方向 舉例來說 一般手作角色扮演玩家很愛用的兩個東西 撐起衣服的鐵絲 以及快速收編 甚至可以當作車縫用的雙面腳 我會因為他們不是一般正常服裝會出現的東西而不去使用 但科系服就不是一般實穿的服裝 實在沒有必要堅持這些 今天的製作上我會盡量以外觀呈現效果為主要目的 而且不排斥以非正常工序來完成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因為只打算穿一次 而且只有我自己會穿就不做內裡了 但是考慮到完成之後還是會下水洗一次 把畫記號的線洗掉 所以還是要以考克來收編 然後是把所有的布塊拼接起來 身體的部分比較麻煩一點的是原本外套的金邊 要做出包子的效果而不是單純的一條金色色帶 又要減少把淺藍色車上深藍色的那一條車縫線 這裡我的做法是先把淺藍深片接上金邊的里側 這樣淺藍布片就是藉由金色包邊連著深藍色的布片 而不是直接跟深藍布片相連 只不過在車縫的順序跟方向要多累積一點經驗 比較容易想像的方向去做 接下來是這件衣服最麻煩的部分袖子了 這個利惠的袖子上臂跟下臂粗細差很多 尤其上臂蓬的超大 如果要單純的以這個大小去做出袖子 那會非常的麻煩 這時候換個思路 避會因為角度的關係會覺得上臂膨脹的非常明顯 不過這種上臂寬鬆下臂貼身的袖型 其實就是現實中的羊腿袖而已 羊腿袖就很簡單了 做一個寬袖接上完全貼身的袖口 不過我想試著讓上臂再更大一點 所以我是用公主袖展開的方式來做上臂的部分 袖口我是用黑色皮布 在現實中應該不會這樣用衣材料評借 我是考慮到袖口跟腰封都有同樣的金邊跟荷葉邊設計 而腰封我打算用金色皮布 所以袖口也用同樣的材質去做 接下來就是一樣的 安排接合的順序 翻邊 以最簡單最少車縫次數的方式去完成這部分 這裡我用上了一個秘密武器 水溶性的雙面膠 剛才說過我不喜歡用的雙面膠是指一般的雙面膠 一旦黏上去就是永久成為衣服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把它撕下來 這裡我用的水溶性雙面膠 只是為了暫時固定一洗就掉了 要永久固定還是需要靠縫線 在接上袖子之前先把厚重的拉鍊塗上去 我這裡用的是一般的夾克拉鍊穿脫上更方便 再來是脖子旁邊那兩片感覺像影片的東西了 這裡我做的方法是用兩塊金色皮布夾住中間的深藍段布 把金邊的範圍做得比段布更大一點 在金邊上車兩條線 一條是讓兩塊金色皮布跟段布連在一起 另一條是車在外側 讓段布的須邊不會露出來 要能夠做到這麼精準的定位 車縫的時候又不會起皺褶 靠的就是水溶性雙面膠了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反正都夾在看不到的地方了 用一般的雙面膠來黏就好啦 但水溶性雙面膠跟一般雙面膠最大的不同 就在於它不會黏針黏線 這在車縫的時候差很多的 接下來要做的妖風 為了稍微有一點厚實感 也為了增加強度 我用了兩層皮布 但這裡我不是用一般車過去以後翻邊的做法 因為這樣做的話 兩層皮布 兩層縫份 最後布邊會有四塊皮布濃厚 更難處理 所以我直接把兩塊皮車在一起不翻轉 反正皮布不會續邊 其實這種做法在一般的真皮皮間就廣泛使用了 只不過皮布在車縫上會有一點點麻煩 家用裁縫機沒辦法調整壓腳高度 車皮布很容易因為上下張力不同而變形鼓起來 這時候又要靠水溶性雙面膠了 水溶性雙面膠就是這麼好用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是耗材 不能重複使用 而且很貴 日本製的水溶性雙面膠一卷就300多 雖然也有便宜的台製水溶性雙面膠 但是台製的會卡線 使用起來還是日製的好用 接下來這段是將兩個小時的妖風製作過程 濃縮成一分鐘的精彩縮時片段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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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後是一些金色裝飾啦 如果是之前的我,我會用EVA泡棉做造型後塗金色漆或者貼金色皮布 但今天我決定再改一下做法 不用這種需要高階技巧才能做的方法了 今天的金飾全部都用金鎖片來做 用熱龍膠來黏不同形狀的鎖片 做出跟立繪上的金飾相同的形狀 袖子上臂那個長得像箭頭的裝飾也是同樣的做法 當然也包括胸口的寶石吊飾啦 zit 这样 這樣服裝的部分就完成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一套穿上身吧 這樣就完成啦 那頭髮的部分呢我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它其實應該是紫色頭髮嘛 不過這一個造型的理會 它有點像是銀藍色的 所以我假擺挑這個 有點像銀藍色的這個髮型 那我們稍微擺一下姿勢 就是跟那個理會一樣的話就是 我臉要面向畫面的右邊一點 然後往前傾 因為它把它的 胸部露出來 然後收完後 這裡它因為有拿一個鍵 可是我沒有反正沒關係 這等一下會採卸掉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手要往前伸 原則上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再把它 旁邊用不到的地方切掉 這樣應該就像那個iPhone的圖片了吧 好的那今天這一個COSF的製作部分 就到這邊啦 那今天取材的這款手機遊戲 Saga RS呢 預計會在2020年上市 目前正在前期登錄中 另外還有一個前期登錄的抽獎 你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 留言 按讚 登錄 然後訂閱頻道 這一類的事情 那詳細的活動辦法呢 我也留一個他們FB的網址 在下面影片敘述的地方 講品送的還蠻豐富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都去參加一下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不知道各位覺得這樣子 只做一部分的COSF的影片如何呢 你們還想看我做哪個其他角色的服裝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喔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小鈴鐺 通知給大家打開起來 以後還有更多小朋友做其他COSF的影片 每次二個晚上 其實是時候會上來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